为什么最近中国大量的军舰要接连穿越宫古海峡 最紧张的莫过于日本 对此是十分紧张 烈日炎炎 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到了下福天 但是下福军不服 我国军事方面却连连传来好消息 歼20不断在空军中现身 让军民的神经都为之振奋 海军也不甘示弱 近期海军也出动舰队 在宫古海峡搞出个大动作 据日本消息 日本海上自卫队P-3C巡逻机 在宫古海峡向北150公里外 发现了中国海军舰队 但如果是一般的舰队也就算了 这次的舰队阵容却堪称豪华 据消息称 中方的舰队分成两批穿越了宫古海峡 第一批次中国的舰队包含一艘052D西宁号驱逐舰 两艘054A大型号护卫舰 及一艘901型呼伦湖号大型补给舰 这样一支舰队的实力 已经远超大多中小型国家的海军实力 如果就以日本这样的国家实力拦截 也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拦下 而且现在正处于日韩关系紧张时刻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挑拨一下日本的神经 所以在中国舰队穿越宫古海峡时 日本派遣一架侦察机及两艘护卫舰进行跟踪拍摄 并公布跟拍照片 但除此之外并未轻举妄斗 看得出来日本对此是十分紧张的 但这支舰队刚走两天 第二支舰队又来了 这次的阵势没前两天大 但也有一艘052D型太原号驱逐舰 及一艘05C型荆州号护卫舰 还好期间双方并未发生任何冲突 这才让日本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 对于日本此次的行为 我国不以为然 日本早就不是我们的目标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曾就此回应称 这主要是日方的心态没有调整好 今后我们多过几次 日方习惯了就好 但毋庸置疑 在这个国际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中国选择派出军舰演习也表明了一种态度 美军将宫国海峡 作为封锁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 可我国海军却频繁大规模穿梭 是美军封锁于虚舍 而且这也是在展示 我国已经有远洋打击能力 警告某些大国不要心怀鬼胎 整天打我国的主意 来封锁亚太地区的原因